这一次的检测行动是透过高科技设备针对花莲市各道路巡检 找出危险路段 再透过砖洞开挖确定坑洞的规模进行填补修复 日本技术团队建议应该要执行长期巡检计划 并且建立资料库掌握灾害路段变化 以免日后再发生危险 日本技术团队公布正后花莲道路检测报告 并且说明地下坑洞发生的原因 和进行侦测所采用的技术原理 不管是地震或者说地下的管线发生了这个破损 那慢慢的水渗漏出来以后 就会造成一些掏空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掏空的形状 其实在最接近地表面这个地方 可能就会呈现一个圆弧形 那这个是孔洞初步形成的这个状况 那孔洞其实它是会慢慢的这个向上发展 跟慢慢的长大的 那我在跟人家说明的时候 其实我都是说孔洞是活的 那随着时间 随着这个气候的状况 像这个如果水更多的去渗漏出来 孔洞它就长胖了 它长大了 它往上伸展 大家可以看到初步生成的时候 跟现在其实它是有一个变化的 那孔洞会越来越大 等大到这个地表的这个承受力不足的时候 就会造成地面的塌陷 后面所拖的这个雷达 它往下发射这个电磁波 那我们会去分析这个电磁波 它的这个回应的这个状况 那去找出地底下潜藏的这个孔洞 第一次在台湾使用的设备 那我们会去把孔洞内部去做成一个3D的一个模型 透过这个3D模型 跟我们地面的这个状况 去做资料的整合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 包含这个3D孔洞的这个模型 那跟周边的管线 以及我们地面的这些设施物相对的关系 那也许我们就可以找得出来说 这个孔洞它可能是跟哪一条管线 那可能是哪一个管线 它可能有破裂的这个状况 我们可以去做后续的一个分析比对 这一次总计检测市区54条道路 总计有41.5公里 发现异常信号有177处 其中从地面孔洞向下探砖 发现6处深坑 最大深2公尺 宽3公尺 已经开挖回田 防范灾情扩大 技术团队也建议施工所 应该订定长期巡检计划和资料库 维护道路安全 地下的孔洞是我们人是眼睛是看不到的 所以老实说地震灾害后多多少少 一定现在没有找到 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损伤或是肯动躲在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之后刚才也提到 就是定期检测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常常就是比对我们像就是 就是制服上也就是医生 内科医生 那就是比对冷的话就是做体检 定期要做体检的概念 就是现在是一个小问题 可是不见得像孔洞刚才也讲会成长 所以就是我们还是会强烈建议定期去观察它 然后有问题就尽量可以马上修 会比较对后续的一些修补或是一些 维持都是一些很好的效果 日本技术团队也以0206地震之后进行的侦测 和0403之后进行的侦测来做相比较 发现地下坑洞确实会因为环境因素而有扩大危害的威胁 市长魏嘉燕也表示 未来会针对道路底下状况严领追踪计划 以保障民众的安全 建议会欢恩施报导